二十多岁的翁先生失业三年多 这一年来丢了几十封履历 至今没有回应 心情荡到谷底 应该是说那个人如果他没有到门槛 大部分你丢履历他是不会有所回应的 主期总处上午公布四月失业率为百分之四点零七 比三月下降百分之零点一 是民国九十七年八月以来最低水准 整体失业率虽然微幅下降 但就年龄层来说 青年就业还是不理想 二十到二十四岁失业率为百分之十三点零四 比去年四月同期上升百分之零点八九 过去一年这个青少年 就应该毕业进来 寻职的这个速度 就是找到工作的这个速度 相对的好像感觉是慢一点点 所以青少年的这个失业率相对的还高一些 至于薪资部分 主期总处表示 因景气趋还奖金变少 因此使得今年一到三月平均薪资为 五万四千八百九十七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百分之一点六四 扣除同期间消费者物价指数百分之一点八一 为近四年来的最低 而人力银行校务也公布最新调查 因大学生在就业市场功过于求 加上二十二K效应仍在 所以去年度大学学历的入行起薪 比前年负成长百分之二点六六 衰退幅度更畏惧各学历之惯 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前阵子提出警告 全球十五到二十四岁的青年失业趋势将会持续恶化 而台湾恶化程度被立为东亚区域之最 六月是毕业潮 将会有大批新鲜人找工作 助纪总处也不排除 六月后青年失业人数恐怕还会向上攀升 记者沈小青 谢启文 台北报道